人造合成的五种垃圾食品,商家自己很少使用,我们却经常使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饮食也越来越丰富。 然而,在日常丰富的饮食中,也出现了一些人造合成的垃圾食品。 那么,究竟有哪些食物是人造合成的垃圾食品呢? 第一种就是火锅丸子。 冬天来临,火锅成为了人们喜爱的食物之一。 因为丸子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包含了团团圆圆的寓意,再加上火锅丸子的口感酥滑,热辣过瘾。 因此,火锅丸子就更受到了人们的热烈追捧。 然而,火锅丸子虽然美味,但它也存在一些问题。 像火锅丸子的安全问题,消费者就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担忧。 一位50多岁的赵大姐也曾提出过质疑。 她表示,猪肉丸和牛肉丸的价格都一样。 才几块钱一斤。 但一斤猪肉的价格却要比丸子的价格高。 而牛肉的价格则更贵。 要是这些丸子真的是用猪肉和牛肉做的, 怎么可能比肉还要便宜。 因此,照大姐便猜测,那些丸子里肯定没有多少肉。 大多都是淀粉和添加剂。 后来,一位麻辣汤老板也透露。 火锅丸子基本上是面粉和添加剂的产物。 除此之外,如果你想要增加丸子的肉感, 就可以放入痰力酥等添加剂。 总的来说,就是你想要什么口感, 它都可以用添加剂给你调制出来。 然而,这样的丸子虽然什么味道都有, 但就是没有肉。 并且,我们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火锅丸子都是对人体有害的。 一位业内专家表示, 严格按照标准,生产的仿生肉丸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但是并不宜多吃。 而像那些在包装上看不到任何卫生许可的标志, 那些大多是添加了增味的人造合成添加剂的廉价散装丸子。 这些散装丸子除了有添加剂之外, 也不一定能够达到卫生的标准。 所以,在市场上购买肉丸的时候, 我们尽量选择口碑比较好的牌子。 同时,还要注意看包装上的配料表。 第二种食物就是羊肉卷。 在市场上,羊肉卷、牛肉卷等食物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有些店铺为了节约成本, 基本上用的都是复合羊肉。 而复合羊肉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用鸭肉和羊肉配比。 虽然鸭肉混合羊肉制成羊肉卷是允许的。 但是,这种情况在销售的时候一定要注明。 零售的纯羊肉卷通常是在34块钱左右。 而最便宜的羊肉卷每斤才7元。 它主要是鸭肉、鸡肉或者是猪肉。 再加上一些羊油合成的。 在2013年的时候, 警方就曾查到了一批假肉卷。 经专业机构检测发现, 这批假肉卷里面的亚硝酸盐含量严重超标。 要知道,亚硝酸盐可是一种强制癌物质, 会诱发食道癌等多种疾病。 并且,亚硝酸盐这种物质在胃酸的环境下, 还会生成其他物质,最终对人体造成伤害。 除了亚硝酸盐外, 假肉卷中的重金属也严重超标。 因此,我们在买羊肉卷的时候, 尽量选择质量较好的,正规工厂生产的。 第三种食物是烤肠。 每当我们走在路边, 总会被路边香喷喷的烤肠吸引。 但后来却有报道称, 有很多烤肠都是用仿造肉做的。 不仅没有肉, 还都是添加剂。 吃多了还可能有致癌的风险。 这篇报道发出后, 在公众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但实际上, 只要肉肠的原料和生产储存卫生, 符合规范就不会出现健康问题。 并且, 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加热。 因为如果没有充分加热, 就会增加安全风险。 然后, 第四种食物是红薯粉条。 在冬天吃火锅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喜欢红薯粉或者是当主食。 因为粉条煮熟后, 不仅韧性十足, 每根粉条上还裹满了汤汁。 也正是因为它们味道鲜美。 现在已经成了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有些人为了让粉条更加劲道, 有光泽, 竟然用莫质染粉条。 在制造过程中, 有些还会加入柠檬黄、 果滤等食品添加剂和玉米淀粉进行搅拌。 在搅拌的途中, 有的生产商还会在搅拌机中加入少量的食辣。 用这些产品加工出来的粉条, 品质自然不会太好。 有些肠道虚弱的人吃后可能还会出现腹泻的现象。 因此, 在购买红薯粉条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擦亮眼镜。 像合格的红薯粉条不会呈现金黄色或者是黑色, 而是略有些褐色。 并且, 真正的红薯粉条在断裂切口处还可以看到白色粉质, 而像那些颜色纯度很高。 过于艳丽的就需要谨慎购买了。 第五种食物就是鸭血。 动物血制品也是餐桌上一类特殊的菜品。 它一般都是以鸭血、鸡血、猪血为原料制成的。 像鸭血粉丝汤、毛血旺、猪血肠。 这些用动物血做成的名菜佳肴数不胜数。 但要注意的是, 这些血制品营养价值虽高, 但它却隐藏着不小的隐患。 有专家指出, 大多数动物都是在卫生条件比较差的环境下 人工刺杀动脉放血的。 而在放血的过程中, 血液就比较容易受到污染。 除了卫生问题外, 市面上的动物血制品存在的更大问题 就是小作坊式加工带来的。 在市面上, 以鸡、鸭、猪血为原料的食用动物血制品 加工工艺比较简单, 一般都是以手工做方式加工为主。 生产监管无序, 存在较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因此, 在购买动物血制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外观上初步鉴别它的质量好坏。 像优质的血制品一般都有光泽, 具有血腥气味。 吃起来的话, 它的口感也比较细腻。 并且, 它的组织状态也呈凝固状, 有弹性和气孔。 没有肉眼可见的外来杂质。 总之, 这几类人工合成的食物, 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品质。 购买合适的产品, 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